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泰国恐怖电影《明期》 故事开始,男女主举行了新婚派对,庆祝自己即将独建新的家庭 然而就在这个喜庆的夜晚,女主却发现男主的大嫂离奇死亡 所有的人都把大嫂的死亡归结成了自杀 但是却无人知道其中的隐情 过了不久,女主和朋友约好去寺庙祈福 顺便再把嫂子留下的遗物拿去寺庙火化超度 结果就在临行前的当晚,死去的大嫂找上了女主 女主想要跑去找男主求救,却被一股力量牢牢的给控制住了 接着男主的姐姐在工厂门口发现了晕倒的女主 随后姐姐叫来了男主一起查看录像 画面里清晰地记录下了女主异常的举止 第二天,男主一家举办了酒宴 并邀请投资方一起洽谈合作事宜 但是餐桌上的投资方顺气凌人 完全不给男主家面子 男主几次开口想要谈合作 都被投资方故意转移了话题 这时女主突然到场 形势风格和死去的大嫂相差无几 女主刚落座就控制不住地剧烈抽搐 而男主的姐姐通过桌子上的反光 清楚地看到了正附身女主的大嫂 接着女主突然性情大变 开始疯狂地攻击投资方 场面变得一片混乱 女主因为精神异常被送去了医院检查 随后姐姐把女主被附身的事告知了男主 但是男主说什么也不愿意相信 这样毫无科学根据的事 到了晚上 为了拿到投资 姐姐接受了潜规则 准备主动向投资方现身 而另一边的女主也再次被嫂子控制 不断地挣扎着要出门 这时细心的男主看到女主的手上 出现了一个被烟头烫过的伤口 伤口勾起了男主的回忆 自己曾亲眼目睹大嫂身上有过同样的伤口 接着当男主回过神来时 女主已经不见了 于是男主找到了投资方 痛斥投资方的无耻 但是投资方却表示 男主的家族才是幕后黑手 自己充其量只能算是帮凶 与此同时 精心打扮过的姐姐 刚踏进酒店就被抓进了电梯 紧接着酒店里就响起了姐姐的尖叫声 等男主和哥哥赶到时 姐姐已经吊死在了电梯里 随后男主和哥哥火速离开了酒店 却在半路上看到了坠楼身亡的投资方 酒店的天台上 女主的脸庞一闪而过 之后在男主的询问下 哥哥和大姐终于交代了事情的始末 当初贪得无厌的投资方和男主一家闹翻 不满的大嫂当场和投资方撕逼 接着投资方粗暴的把大嫂拖进了厕所 对大嫂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 而懦弱的家人因为有求于人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切发生 不敢阻拦 于是嫂子就这样含恨而死 并借用女主的身体报仇 当几人在工厂车间谈话的时候 被附身的女主也在此时赶了过来 慌张的三人很快在工厂里分头行动 哥哥掏出了枪 防备着周围的动静 而这时的大姐也告诉了男主真相 是哥哥亲自把大嫂送到了投资方的手上 到了现在人人自危的关头 哥哥的黑暗面也最先爆发 草木结冰的哥哥看到门后的人影 来不及去分辨到底是谁 就先开了枪 大姐注意到了哥哥的动静 眼急手快地推开了男主 自己上去挡了枪 当哥哥发现自己杀错人后 已经为时已晚 只能继续躲避着女主的追杀 然而被附身的女主仿佛开了挂 两三下就抓到了哥哥 准备吊死对方 男主及时赶到 把女主勒晕在了地上 此时天也已经大亮 经过这一切的变故打击 精神恍惚的男主把昏迷的哥哥误当成了死亡 然后把哥哥的尸体封进了工厂的车间箱子里 醒来后的哥哥回忆着生前的种种 被虐待的大嫂再也无法忍受 然后向哥哥提出了变卖家族企业 两人拿到款项后就远走高飞 哥哥拒绝了大嫂的提议 接着勒死了逼迫自己的大嫂 哥哥忽然感到了一阵窒息 因果报应让哥哥临死前 也体验了一把大嫂死时的痛苦 现在整个家族只剩下了男主一个人 地上的女主也不见了 接着男主拿着绳子来到了外面 准备勒死厉鬼女主 然而由于大嫂已经复仇成功离开 女主得以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显然男主也通过女主的眼神认出了本人 此时女主心情复杂的朝男主走去 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见证了家人的黑暗面后 两人的感情已不像刚开始那样单纯美好 面对女主的接近 男主也不由的对这份感情起了疑心 不自觉的往后退 电影最后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局 可以看作是开放式的结局 也可以理解为导演打算拍第二部 所留下的悬念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